我现在到咱们国内做南宋官窑研究和制作 基本是最顶尖的这些艺术家 就是金国荣先生他的工作室过来参观 今天特别凑巧 正好金国荣先生赞 一会儿我们让金国荣先生 给我们这些喜欢收藏南宋官窑作品的这些朋友们 就是说说南宋官窑 他这种收藏 包括他这种作品的这种特点 包括他在工艺上的一些难度 一会儿我们让金国荣先生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们把金国荣先生 他博物馆当中的一些作品 拍给我们这些藏家朋友们 因为金国荣先生的作品 基本上你在市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我找到金国荣先生的工作室 也是通过南宋官窑博物馆的推荐 因为金先生的作品在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 然后后来他们介绍我 到金国荣先生的工作室 来参观这些品种更多的这些作品 包括有金国荣先生 就是仿制南宋官窑传统的那些作品 也有金国荣先生 就是在这个文创上 有创新突破的一些作品 一会儿咱们仔细地欣赏一下金香样的作品 这件是金国荣先生制作的开并列纹的一件大盘 这件多漂亮 其实您这件作品为什么不在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呢 既有开那个扇雪纹的 又有开冰列纹的 那您就把它所有这些最难的工艺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冰列纹这件作品是台湾藏家要收藏的没有 对 这件作品就是由台湾藏家要收藏 非常漂亮一件 开冰列纹的南宋官窑作品 你看那个金国荣先生这件作品 这件那个冰列纹大盘 你看那气底那个柚 就跟那个官窑的特征都一样 后柚都看得出来堆在那气足两面 这种特征 所以今天这次没白来 看见精品了 表现潮水 那您这件作品的澄清工艺应该很难吧 因为我看南宋官窑博物馆最大的气负 就是那件大碗 还有那个遮掩席跟这尺寸比都没有这么大 没有 比不了 这个直径得有 35的直径 那都超过明代官窑大件那些大碗的作品的尺寸了 这难度非常大 那金国荣先生就是像您制作难度这么高的器物 您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也是挑战自我 就看看官员到底能够走多的 虽然他是宝贴后佑 但是我就想做难度大一点 包括玉玲珑 双层拉皮 磁性拉的 那个 那个也非常大 所以我的作品其实 没有一定的制作水平的话 它要防也防不了 因为那个双层拉皮的难度也很大 包括这个这么大的磁性 然后这个波纹 就是贴素贴上去 贴素贴上去 中间拿去拿完以后 学习学完以后 已经半干了 然后贴上去的是湿的 很容易略 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 刚开始我做的几件 基本上都是一段一段不开略 因为它那个跟师傅不一样 硕士不一样 那么它就很容易略 制作难度很大 对 这么大的器件 确实这很难 在成型 包括烧的过程当中 阻力都很大 这东西 里面的就是文片了 它这个文片 就是 层层叠叠叠的 就是有层次感 层次感 对 你看一刻一刻到像冰 像冰 它那个文片呢 其实冰列文的文片 它是这样的 就是 它是斜着开的 斜着开对 推提 它是斜着开的 所以它 越开越多 然后一层一层一层 层次感 层次感 对对对 这冰列文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一个工艺 对 官窑里面 对 官窑里面很难做的一种工艺 它因为这个冰列文 它也不是说 一定说是 它的材料 或者油料有什么区别 其实也不是 它其实是跟烧炙有关系 烧炙有关系 烧炙成 因为你去看出土的那些官窑器 然后它很奇怪的 有些它就里面的气氛 就烧成的气氛不一样 它就会形成这种冰列文 对 它有些 就是一件器物身上 它一边是那个 就一边是阴黄的 就是米色的 一边是青的 青的地方呢 它文片不是冰列文的 它就是 那个直的 就是最直的 就是没有层次感的 没有层次感的 但是米色的这边呢 它就是冰列文的 它就是层次感 所以两边的文片不一样 它就是因为气氛不一样 同样的油 不是神位控制 那个就是完全是偶然性的 偶然性的 因为它那个窑里面的气氛 就是两边的气氛不一样 特别是古代的那个龙窑 它气氛很难控制 所以它那个 就是为产生 就是一边是青 一边是黄 这种油 但它这个油 当时放进去的时候 它同一个片 又不是同样的油 就是因为里面的 窑内的气氛不一样 产生了这个文片的 开片的方式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我耳朵也会碰到这么几个 我有小辈子 就一边青了一边黄了 它就是因为窑内的气氛 窑内的气氛 那个窑位置上的那个气氛 那就很难得了 像那种作品 因为这些窑片很难得 现在因为像这里说 就是比以前的龙窑 就是我们的那个里面的气氛 好控制一定 但是偶尔也会产生这种 就是里面的气氛 控制不好的情况 就是这样 是是 确实 中国工艺美术管 这种气氛的作品 就是这个气氛 就是翻课的那边 八可波 对 就是那个中国工艺美术管 这种后钥的特征 多明显了 看 他这个拉批 因为他这个 你模具也做不出来 他纸面就是拉批的 这个也会翻边 而且你看下面 下面它是空的 就是他这个翻边翻过来 刚刚好 就没有站住 但里面有近些的 就是这种难度 最终成形 这多难得 打经边 他们的房子都画了 在上面加右 对吧 在上面 那个时候清房的 因为它没有纸巾头 没纸巾头 对 它胎里透不出那种颜色来 透不出来 对 所以朋友们见上就得听大师 我们这个紫口铁柱自然烧出来 自然烧出来 对 有些它的铁柱也是怕烧出来 对 因为它下面的胎是白的 白的 对 出来成黑黑的那种 对对对 它没有那种作品 没有那种原料 没有那种材料 它只能那样 对对 它是演示 那属于 不像您那种作品 对 什么颜色 这种紫口 就是从胎里扣出来 那种紫 扣出来 对 它口边因为它又往下流 所以里面的胎也扣出来 对对对 所以形成这种自然的紫口 自然的紫口 对 所以这种作品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他不了解 他以为这东西 你只有知道 它那工艺上的难度 你才能知道 欣赏这些作品的这种宝贵 这个省博物馆收藏的 这件没有 这件我是我自己 您自己的 省博物馆收藏的有两件 有两件 现在搞一个展览 还没有正式开始 就是他们已经在布展了 就专门拍着这兵列文的图片放大 这个是个展 哦 个展 他们做的展板 个展完了以后 这个展板就给我了 这作品是现在在您自己手里 这件开兵列文的作品 对吧 这件是其他的设计 所以欣赏南宋关阳 你就得跟着这些行家的这个作品 跟这个讲解啊 要一般的这个 创家 对对对 他不了解这个工业 他不知道怎么欣赏 这东西 这篇板是省博物馆做的 就是这件作品 就是当时展出的 后来就是 省博物馆收藏的 收藏的 这件也是 玄文瓶 就是气形 是非常经典的 非常经典 对 这是很经典的 穿袋的 对 这贯尔平台湾有一件 这是台北故宫的 台北故宫的 这个是老的 老的 这个老的 这件您有作品吗 就是跟那个台北故宫一样的这个气形的 您您做过吗 有这种作品吗 这件做过 但现在我没有 没有了 都都被收藏 都被藏家给弄走了 就是 这是台北故宫的 这件作品有名 南宋观瑶的 属于是典型的作品 这件是图圆形的 这件就是您说的 这也是南宋观瑶传统机型 玄文盘口 玄文盘口 这件是省博物馆收藏的 过大时间 所以藏家 你收藏作品的 从艺术角度 就得选择 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都得选择那种最精最好的作品 十万的 这不都是几十万的 这些作品 对 这艺术就是这样 真正的艺术 难度太大 对 对 你做 你成评率非常低 你做的时间不一定有点好 不一定有点好 再说一下 为什么要收藏那种纯手工的作品 像金国荣先生这种 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经验的 像做这种纯粹的 就是手工做出来的作品 成品类 包括它的难度相当大 不是说现在谁都能做这种东西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灌浆 做礼品的 这也做礼品 就是做大陆货 大陆货 对 就是魔族灌浆 实验生产的那种东西 这种东西是没什么收藏家的 对 这样收藏的就是 但是现在有好多藏家呀 它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 它看不懂这个纯手工和灌浆的这种做法 有些就是做的人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人他就明明是灌浆的 这些东西 因为也说成是 哦 我这个是成熟工的 那就误导 误导 对 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 这种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误导受藏 误导受藏家 因为你这样去误导藏家的话 那等于是说人听的就是欺骗 欺骗 对 没错 没错 对 应该是就这样 嗯 就是 我觉得 德还是很重要 是 德 为什么义放得透明 德放得前面 就是德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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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有义还不行 光有义不行 对 德有德 德比较重要 对 所以你要做到德义双心 嗯 是 台北故宫 因为前几年我到台北故宫去 那个柜子成熟那个特展 特展那个展览里面就是 基本上把台北故宫收藏的几十些官员 全都拿出来展览 所以我特意跑到台北故宫去看那个展览 嗯 那个展览呢 那么 就是说其实 那些是好的 嗯 就烧的比较好的 然后是留下了个传世的官员 对 其实那些东西 虽然美建基本上也或多或少 现在看起来都是瑕疵 嗯 但是 还是做得相当好 对 对 你其他的 呃 因为官员 呃 呃 中国导致史上 中国导致史上 真正业上的官员 就是南宋官员 对 真正业上的官员 对 没错 现在已经能确定的是南宋官员 对 就是官员 它就是空庆用的 对 人家不留出去 哪怕碎片 嗯 就是这个那个 虚内市窑子变少 挖了二十四 对对对 全部杂碎埋在地下 对对对 都不留出去 对对 现在你南宋官员 博物馆看到的那些 呃 复原的那些 嗯 其实都是 窑子里挖出来 拼起来 拼起来 对 对 原则上那些都是残刺品 都是残刺品 嗯 以前都是杂碎的 对对 对 就是金先生 您看您说的这个理念 就是真正艺术家的那种角度 追求完美 对吧 你作品就得完美 那么现在的话 对啊 现在那么 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的话 嗯 我肯定对自己的作品要求 那肯定是非常高的 嗯 你说像以前那种 比如说所有啊 嗯 或者 呃大的很大的斑碟啊 这种 嗯 铁斑碟啊 这个这上面的话 那我肯定是不会拿出去 对对对 因为这个 呃 我觉得现在 相对来说 就是现在的那个 技术水平啊 那应该比南宋的时候要好很多 要好很多 对对 是 那么现在市场上其实也有一些 他们这些放的 嗯 为了放一个 比如说一个树柚点 嗯 一个 呃 上面的一个毛孔啊 这样的 就是不必这样去做做的 这样是仿制 对 就是复制那些老东西 我觉得 你看您这真正是艺术家呀 那种 对这个艺术有完美要求的那种 鉴赏家呀 提出来的观点 他好多人 他他就是什么啊 就是总总以为这个老 其实老里边有好多人是没办法 受当时那个条件 对 限制了 对吧 那个时候他因为说不好 嗯 所以行为那种 宿佑啊 什么的 他现在有些房子都为了可能可能做高房 他们有些做高房 嗯 就是为了好像我房子跟土地一样 嗯 或者拿出去就冒充这个时光 所以像您说的这种啊 真正的这种好的艺术作品 还是得拿他的艺术特点说话 对吧 对 你像这种 右侧 包括这种扇雪文 冰烈文 这都是有难度的这些作品呢 你不是这些大的艺术家 他做不出这些东西了 毕竟这个还是要时间积累 对 这肯定的时间积累 不是说 嗯 你弄个 两年三年 就是可以把这个做的 包括气型上 因为你这个 你看看这个气型 其实男生不外 他嗯 气型 其实也没有特别复杂的气型 但是你就是 就像一个等频 嗯 这么简单的一个现场 对 你要能够真正 把这个神音能够 嗯 做到位 对 非常大的 对 是 对 就是像您的作品 让人看出来 有那种 古代作品那种神韵了 确实看着 有那种神韵的基础上 他又有现在这种创新 这种做法 就是确实 这是艺术的再创作 嗯 19年的 中国台证的神韵 会会发生贡献奖 哦 这是国家级的 国家级的 大奖 这个是 嗯 嗯 非常少 大概 67年 全国就评了十几个 全国评了十几个 嗯 67年时间内 哦 6年好像 看金先生得的那些奖项 呵呵 所以说 艺术就得拿作品说话嘛 你不管是收藏还是制作 你没有作品是不行的 这些奖项都是金国荣先生 这些年获得的 哦 这件比那件大一点 这个上图路的 客户店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带这种幼环的这种作品 金国荣老师赠送我一本 他的那个作品的那个图路 后来后边我跟那个各位厂家分享啊 谢谢 金国荣家到我的艺术馆来参观 谢谢金老师啊 谢谢你 谢谢